泰鲁閣號的事故地點受損的軌道 在經過搶修之後 終於在今天的凌晨通車了 那麼交通部長林佳龍 一大早清晨了5點27分 他也親自從宜蘭 搭上了這一列開往花蓮的列車 視察了通車情況 詳情我們交給記者彭新美 室友主播台鐵泰鲁閣號 嚴重事故造成49名乘客罹難 回搶軌道經過工程人員 不免不修的搶修作業 在16號已經完成清水隧道受損 不搶及所有檢測 並在今天恢復同車 交通部長林佳龍 與台鐵代理局長齊文中 一早就親自搭上首班列車 首班車4102次區間車 在清晨5點27分 從宜蘭出發開往花蓮 一路也會經過出軌的事故地點 特別是對這個隧道 裡面的所有的修復 包括安全的檢測 跟周邊的鐵道附近的區域 也都完全安全 首班列車在6點36分 抵達河仁站 39分經過事故的清水隧道前 時速一律降到40公里 6點44分抵達從德站 最後在7點08分 到達終點站花蓮 另外初期兩個月 會先以40公里速度慢行 之後再進行檢討 其實交通部不只是鐵道 公路還有這個所有的單位 在類似發生地震之後 都有標準作業程序 特別是在花蓮 28號深夜10點左右 發生連兩震有感地震 交通部長林佳龍也特別提到 台鐵都會在第一時間 進行回報巡檢 民眾可以放心搭乘 以上最新把鏡頭 交換給棚內主播 那麼這起事故呢 是釀成了49死 還有200多人受傷 交通部長林佳龍說 他會扛責 所以呢明天他即將就要卸任了 那麼今天他是親自搭乘了 這班列車視察 這個通車的情況 也經過了這個事故現場 先來聽一下林佳龍 今天早上怎麼說 今天我和齊市長一起搭乘 空車之後的手搬列車 從宜蘭到花蓮市 那中間經過清水隧道 那我們就是親自搭乘 來確保行車安全 也讓乘客可以安心 在過去17天以來 我們交通部跟台鐵 還有各界投入搶修的工作 那在我上班的最後一天 能夠按照我們原來的時間 提早一天 能夠修復清水隧道 那加強周邊的安全防護 之後來通車 也算是善後工作到一個段落 那麼在經過清水隧道的時候 我也感受到行車非常的平穩 看到周邊的防護設施 也都有落實 那就是希望透過我親自的搭乘 來呢重建台鐵 在國人心中的一個形象 那我們一定要記取教訓 徹底改革 那重新站起來 那雖然我要離開交通部 我還是會是一個志工 會從旁來關心跟協助台鐵的改革跟進步 那我要特別感謝過去這十幾天來 投入搶修工作的同仁 也包括像這個土木祭司工會 還有結構祭司大地工程的 這些相關的工會的協助 進行安全的檢測 提出改善事項 那在我們台鐵同仁跟工程團隊 日以繼夜的搶修 那補強整個隧道 還有落實周邊的防護設施 終於可以在今天來順利的通車 那希望這是一個新的開始 也是我上班最後一天 可以把善後工作到一個段落 交給新的交通部長 能夠有新的更好的一個開始